孟博倒得干脆利落 李穗九一时间被孟博的操作惊到了 所以 不看不听的意思 就是直接运过去 果然有经验 在看飘在隔壁院前的少女 李穗九发现对方的模样竟然有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 精致的五官 水仙般的气质 在紫月的映照下显得极为脱俗 这不是倩儿吗 只是 这个倩儿明显有些年幼 看模样最多只有十二岁左右 脸上相当的稚嫩 身段而同样没有发育开来 显得平平无奇 而昨夜与自己相会的倩儿 却已经出具规模 两者不可并论 可在就是 这个倩儿的脸也更白一些 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种强一眼式的鬼物气息 李穗九的手 默默地摸向了腰后的砍柴刀 而少女则在这时 向着她的位置飘了过来 一边飘还一边朝着李穗九开口道 九郎 我来与你相会了 一口老糟 不知道该如何吐 九郎 你怎么不在后面再加个饭袋呢 李穗九定了定神 站在原地等着对方自己过来送 少女就飘到了木栏门口 又巧笑着说道 九郎 我来了 你怎么不开门赢我呢 你没手吗 李穗九回了一句 哦 少女愣了一下 但还是自己将木栏门推开 又姗姗地走到李穗九的面前 面露娇羞地将头垂下 九郎 我们进屋吧 今夜欠儿会好好服侍你的 你想怎么服侍我 李穗九反问 自然是那样 那样 少女用手在胸前比划 哪样 九郎 你怎么了 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聂府小姐啊 我们有过婚约的啊 少女显得有些局促 呵 还聂府小姐 一身鬼气 还敢冒充我的倩儿 李穗九这时已经正式确认 这祸是假的 要么是照四变化而成 要么就是新出现的鬼 凭着拙劣的演技 想吸食自己的阳气 于是 嘴角依扬道 呵呵 我跟倩儿开玩笑的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自己的娘子呢 来 请娘子把头慢慢靠过来 靠到为夫的肩膀上来 靠过来 是这样吗 对 就是这样 再近一些 为夫今夜好好疼你哟 好的 少女笑了 脑袋靠了过来 李穗九同样笑了 看着白送过来的鬼头 一刀就砍了下去 寒光闪过 少女的人头掉落在地 脸上还带着羞涩的浅笑 至于身子 则是在强大的力量冲击下 扑的一下就跪在了李穗九的胯下 可惜 头没了 不然 姿势倒是恰的好处 看着跪立在地的少女身体 以及脖子处露出的纸屑 李穗九微微一愣 随即 脸色就黑了下来 同小堂 不好 露线啦 墙外 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再然后 又有一个声音叹出一口气 哎 果然出问题了 我就说这样不行 什么不行 你明明很认同我的方法 还说越残忍越好 方法没问题 指人有问题 指人能有什么问题 我的扎指数可是很高明的 跟画像上的一模一样 像倒是挺像的 就是 两位 搁这儿玩偷情呢 一个声音在墙上响起 偷情 我跟他斜杠他 原本聊得正欢的两人 几乎同时叫了起来 接着 两人的目光便都看向了墙上站立的青山书生 自月下 书生青山飘动 风姿卓绝 手上一把砍柴刀更是寒光凛凛 唯一的问题是 脸色不太好 李穗九看清了墙下的两人 正是B12和同小堂 跟昨夜的装扮一样 B12还是戴着斗笠 衣袭黑衣 童小堂同样如此 身上的裙装已经不见 不过 罗力身材还是很好辨认 区别在于 胸没了 现在怎么办 直接动手吗 童小堂眼露凶光 这话自然不是跟李穗九说的 B12就瞪了童小堂一眼 鬼都没见着 动什么手 可我们的任务不是控制助理怀锦吗 现在他就在我们面前 不能动手吗 童小堂又问 可嗨 B12猛地咳了两声 接着 终于将目光转向了李穗九 李怀锦 你别误会 我没误会 你们想对我动手 李穗九语气不善 手里的砍柴刀握得很稳 是的 我们确实想对你动 哦 不对 我们绝对没有要打晕 或者控制住你的意思 可 我的意思是 我们只是路过 你信吗 我信你个鬼 李穗九一脸黑线 两位来此 到底有什么事 不是 B12这次回答得很快 没事你们弄个指人来假扮我家娘子 李穗九说完 又指了指隔壁院里直挺挺躺在地上的孟伯 隔壁的孟伯都被你们下运过去了 这是个意外 B12有些无奈 是的 天都黑了 这老头还跑出来 真怪不得我 童小堂一脸无辜 看着两人的样子 明显是心中有鬼 却不肯明说 李穗九也懒得和这两货掰扯 直接问道 两位到底有事没事 真没事 所以 你们是真在此地偷情 对啊 偷情啊 这不被你发现了吗 B12说完 还以眼神示意了一下童小堂 对吧 小堂 是的 我们在偷情 童小堂很机智 立即领会了B12的意思 李穗九 完呢 B12显然是看出了李穗九不信 马上转称话题 对了 李怀锦为何在此 这是我家的院子 我不能在此吗 呵 我的意思是 天都黑了 为何还在院中 刚写完一篇文章 便到院中透透气 李穗九准备这两日便将 聂小倩 的故事 交给 德雅靖轩 的寄偿来 故而 倒是没有隐瞒的必要 哦 李怀锦出新文章了 不知是何文章 B12微微一愣 他很清楚地知道 眼前这位秀才已经有三年没有文章流出了 致意杂谈而已 真的假的 李怀锦竟然还会写致意杂谈 B12眼睛一亮 这类故事 我可是最为喜欢的 不知能否一看 你确定是想看故事 而不是找机会对我动手 李穗九看着B12 他现在是真有些不信B12的鬼话 可可 李怀锦这话说的 我为何要对你动手 若是要对李怀锦动手 昨夜的机会岂不是更好 倒也是 既如此 进来吧 李穗九想了想后 还是点了点头 正好 我也有一件事情想和毕兄请教 他想到了 风魔谷 中看到的钟魁 如果钟魁真的和自己的 动天 融合了 自己要如何跟 动天 沟通呢 不可能永远只能在梦中相会吧 按照童小唐的描述 动天 是修炼者特有的东西 其中更是代表着不同的能力 那么 自然就会有连接动天的方法 否则又如何使用 动天的能力呢 可惜 上次他和童小唐聊到动天的时候 还没有进入到 风魔谷 内 所以并没有涉及到连接动天的话题 如今他已于梦中进过风魔谷 自然就想着 有没有机会从B12或者童小唐的口中套出些信息 2 4 8 第四章